大家好 這裡是《微雨時光》 今天要跟大家說海西的故事 和他對中國的語言 我們講亞特蘭提斯的時候就提過海西 他被人們稱為沉睡的語言家 海西擁有一些特異功能 他能夠在自我催眠的狀態下幫人診病 還能夠在同樣的狀態中 為別人解讀前世今生的命運 甚至預言未來 而他發現自己有這個能力 也是因為一個特殊的機緣 我們先來講講他的超能力 請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1877年3月18日 愛德加海西出生在美國坎塔基甲 博普金斯維爾 在他六、七歲的時候 海西告訴父母 他能夠看到已經過世的親人 並與他們談話 但是家人沒有把這些說話當真 海西從系替時代就開始閱讀聖經 每年都要從頭到尾讀一篇 他有一個超能力 當他爬在任何一本書上入睡 醒來後 就能夠將這本書倒背如流 即使書中的內容 同時會遠遠超出了他的知識範圍 這一切令海西的家人驚訝無比 但是隨著海西年年的增長 這種能力就逐漸消退了 在海西青年時期患了喉嚴 而且越來越嚴重 後來甚至不能正常發出聲音 所有的醫生都束手無策 海西一度失望地認為 自己將永遠都沒辦法說話了 這樣的狀態持續了一年 有一天 一位喜劇演員用催眠術幫助海西治療 雖然他並不懂醫術 但是他成功地將海西催眠了 他暗示海西恢復正常聲音 沒想到海西在催眠狀態下 居然能用完全正常的喪音回應他 但是醒來後 他又不能說話了 後來當地有個叫雷恩的人了解到海西的事情 就準備進一步嘗試 這一次海西進入催眠狀態後 他向海西詢問病情和治療方法 海西用正常的聲音告訴雷恩和其他人 自己的病況是來自於精神因素 按照海西的指示 雷恩對著海西的身體 要求他的血液向患病部分集中 不一會兒 周圍的人就看到海西的胸部以上 和喉嚨部位的皮膚變成紅色 一段時間後 雷恩按照海西的指導 暗示血液恢復正常 海西醒來後 他的聲音完全恢復了 這是他第一次做催眠解讀 這日是1901年3月11日 海西24歲 之後在雷恩的請求下 海西在催眠的狀態下 治好了雷恩長年的胃病 又為一個致力發育遲緩的小女孩 解讀了病因 對醫學一竅不通的海西 入睡後竟然能夠做他本人 在清醒狀態下做不到的事情 這樣令到周圍的人感到新奇 但是令海西自己陷入了迷惑和苦惱 他不知道自己的能力來自何方 最後他在聖經中得到安撫 並且決定繼續他的特殊能力 他對自己的要求 是不能用他來傷害別人 《紐約時報》在1910年10月9日 報導了海恩的事情 這個令很多人都來找他問診 雖然海西已經聲明軟波 但是他本人一直對這種能力抱有成見 不願輕易使用 直到有一天 他的妻子得了肺結核 當時的醫學水平 人們對肺結核是無能為力的 海西不得不用自己的能力 為妻子開廚房 雖然醫生認為這些方法 沒有任何用處 但是海西的妻子服用了這些藥 僅僅兩天就退銷了 幾個月後 完全康復了 找海西解毒的人越來越多 海西開始 考慮建一個醫院 在尋找投資的過程中 海西收到了一個教訓 有個德克薩斯州的石油開發商 對海西的超能力感興趣 他提出一個護衛的方案 海西幫他找石油 他為海西投資建醫院 這一次海西的功能 不起作用了 找油坑的解毒一次一次失敗 海西終於明白了 他的能力不能用來貿取商業利益 在海西運用功能 為人解毒的過程中 他被自己看到的事情 一片片衝擊著他的信仰 有一次在為別人解毒的時候 海西最後說 這個人前世曾經是個和尚 這樣的前世解毒越來越多 海西總是能在自我催眠的時候 看到別人的前世 這個令海西非常苦惱 因為前世意味著輪迴的存在 而作為一名基督徒 這個概念對他來說 是不能接受的 海西開始祈禱 尋求解毒自己的難題 而他得到的答案 是從頭到尾讀聖經 聖經的內涵開始為海西浮現 海西終於發現 輪迴的概念 和任何宗教都沒有衝突 海西後來 終於籌見了自己的醫院 但他從來不拒絕 幫付不起錢的窮人做解毒 晚年的海西能力越來越突出 甚至不需要進入睡眠狀態 就能知道一些事情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 來自美國各地 比海西的信越來越多 大多數是找他詢問自己親人的安危 海西幾乎一天要做八次解毒 而他意識到一天不能超過兩次 海西終於病到了 他在解毒自己的病情時 看到了自己即將結束生命 他在1945年1月病逝了 海西通過對自己的生命解毒 發現在幾百年前 他曾經是以前埃及的高級僧侶 具有很強的特異功能 但由於他獨斷獨行 和沉緬於聲色 導致了他的毀滅 海西能夠看到某人一生的人生道路 和經歷細節 能夠講出英語的未來職業 為了驗證他的預言 人們成立了海西基金會 專門對他大大小小的預言 進行追蹤驗證 結果準確率高得令人驚嘆 他曾經準確地預言了兩次世界大戰 1929年經濟危機 因度獨立 並提前15年 預言了以色列建國 以及種族問題 在美國造成的混亂 兩任美國總統 在任期內去世 以及蘇聯解體等等 海西在他一生的解讀中 曾經有幾百次 提到亞特蘭提斯 他甚至預言 亞特蘭提斯 將會在2100年後升起 他也說自己曾經是亞特蘭提斯人 他這樣描述各個國家 如德國 是金融寡頭 秘密團體和共產主義的法團地 被海西稱為 淘滿了支配兄弟的油彩 成為世界的吸血鬼 意大利是為一碗肉湯而出賣了自己 日本1931年侵華是想成為支配力量 而老牌 英國的問題是一直有自以為 比其他國家高明一些的想法 法國之罪是放大身體的慾望 印度的罪是擁有燦爛的文明 卻不去實踐 而美國的罪 就是將上帝和我們同在的原則忘記了 這聲描述令人覺得很有趣 也很精緻 而海西對中國的預言和評價 就是最內人尋味的了 1925年1月24日 海西在催眠狀態中 主動訴說了 所將發生在中國的事情 1931年中期 中國正處於一個非常日子 在滿洲裏出現了血光節哉 這個說的是6年後 發生的日軍侵華事件 1927年7月30日 他繼續解讀自己看到的情形 一些非常事件 正發生在中國人身上 也在日本人身上 海西提到來自外星的力量 在干擾這場戰爭 這件事很少有人知道 至今也沒有確鑿的證據 但是在1940年 日本的一家報紙上 確實刊登了一張在中國北方 拍攝到的幽浮照片 最讓西方人震驚的 是他關於中國的另一段重要語言 中國通過緩慢的成長 來保存自身的文明 他有一天會醒來 剪掉邊紙 開始思考並實踐 海西宣布 有一天 中國那一道 將會成為印譽 Christianity 的搖嵐 並且 應用於人們的生活中 對人來說很遙遠 但是對神來說很快很快 中國將會醒來 他這段說其實很讓人廢解 他用這個詞 Christianity 是基督教的意思 他說 中國將會成為印譽基督教的搖嵐 對此西方學者提出了另一種理解 如果對Christianity這個詞 不限於合意理解的話 海西的語言 可能只是中國 將會出現類似佛教 基督教這樣的信仰復興 新的信仰及文明將會誕生 道德倫理將會重新被重視 中國將會成為全人類共同信仰的搖嵐 海西對世界的未來變化 作出了很具體的描述 在21世紀初 人們會覺察到地族的移動 氣候變化顯著 全球升溫 旱帶變暖 地震頻發 海水上升 美國局部被淹沒 日本大部分沉沒 世界糧食短缺 美國中部 阿根廷和非洲部分成為世界糧倉 華盛頓一直是世界權力中心 海西說 現在人類的科技和物質文明發展 正在將自己推向毀滅 到新世紀 人類科技和物質文明發展更加迅速 但人變得更貪男自私 競爭 戰爭 災害家劇 熱病蔓延 醫藥失效 很多為人類提供食物的動植物有毒 但將會有一種天陰衣法降臨 拯救人類 他說的天陰衣法 被理解為某種具有法力的 用來念中的句子 海西還說 希望再動放 海西語言的研究專家馬赫 對海西的上萬條語言 進行了詳細的整理 他在描述海西語言21世紀裡 整理出尚未實現的海西語言 供後人驗證和參考 以下就是其中九個重要的語言 第一 一種新的醫療方法 將會出現 基於靈性和身體能量系統的流動與轉換 二 原神不死 生命輪迴 將被大眾普遍接受 三 科學和心靈學 將停止爭論 四 地馬會發生極大的變化 包括氣候的顯著改變 五 世界重心在向東方移動 中國大陸 將佔據重要為之 六 關於古文明的考古發現 會逐漸改變人們 對人類歷史的形式 七 直覺和超能力 會普遍出現 很多人可以直接與另外空間溝通 八 宇宙太一原則 會成為人類所有活動開展所遵循的依據 這一身信仰將出現 並指導所有科學 人類的整體太一 會成為世界政治和經濟活動所圍繞的核心 新信仰是宇宙之光 這裡他說的太一原則 在西方古代哲學中 代表最初 世界本源 九 舊西主張降臨 海西在講述這些語言的時候 人類還未進入電子時代 第二次世界大戰 也未結束 很明顯 海西的能力和智慧 超越了他那個時代的知識範疇 海西說 星座與天象正在變化中 到時候 人類自身將會開始覺醒和變化 很多過去歷史上的偉大靈魂 將會回來 並對世界產生巨大的影響 海西說 等調整其結束後 二 將永住地球 無論做過多少解讀 海西並不認為自己有什麼超能力 他說這些能力是任何人都與生俱來的本能 只是必須要去除對自我和個人利益的執著 才能擁有這類的能力 他說人類的能力比現代人想像的要大得多 關於海西的解讀 還有很多精彩的內容 比如人類的起源 死亡是怎樣的一回事 輪迴轉世等等 以後我還會和大家分享 今天就說到這裡了 喜歡微語的分享 記得點讚留言和轉發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 無論如何 一定的 我們下次見 為何再是 都在來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感谢观看